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十二星座中那些爱上他就一定要追到手的星座女 第四名 射手女 射手女生性格大大咧咧 整天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 不管在什么时候 面对什么事情都能够一往无前地冲下去 他们对自己的目标非常坚定 也有信心能够达到目标 受他们那种活泼开朗性格的影响 射手女孩的异性源通常都不会差到哪里去 同样可以选择的目标也变得多了起来 但是对于被动的等人去追 他们更习惯主动出击 遇到喜欢的人就算是刀追也要把对方追到手 陷入一段感情中的射手女 不会顾及周围人的眼光 会积极主动地追求对方 直到把对方彻底拿下 第三名 水瓶女 水瓶女向来都是我行我素的典型 说话做事都比较随性 不会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他们更加习惯凭心情做事 就算是感情问题也是这样 遇到他们喜欢的人不需要对方主动 自己就会想要努力把对方追到手 在水瓶女孩看来 喜欢就是喜欢 没必要遮遮掩掩 自己的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当然如果对方也喜欢自己 那再好不过了 但就算是暂时不喜欢 水瓶也会努力尝试一下 水瓶女孩的想法就是 喜不喜欢你是我的事 和你没关系 第二名 白羊女 白羊女还有着爆发性的恋爱脑 顾名思义 她们并不是随时都处在恋爱脑的状态下 而是在有了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 就会特别的执着 但有一种非她不可的气势 主动出击更是不在话下 白羊女孩并不在意所谓的矜持 比起自己的幸福来说 矜持只会妨碍她们得到真爱 这样的白羊女孩做什么 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性 面对这种直来直去的攻势 很难有几个星座招架得住 很快就会成为她们的倾下之神 第一名 双子女 双子女孩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 几乎就是把女追男 何曾杀这句话发挥到极致 性格上可以说是 宛柔内杠的双子女孩们 不管在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都能努力克服 越是难以得到的对象 就越是能激起她们的情趣 双子女的好胜心也是出了名的强 不管是温水煮青蛙 还是强势介入 都能用得非常熟练 把你的心牢牢和她们拴紧 有种不达目的是不罢休的情势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